据报道,按官方数字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其中营中监禁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数量已经达到300万 同时,非正式数字显示被监禁的人数超过700万 新阿拉伯和中东之言的专栏作家维勒曼声称 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报道 官方数据显示,巨压在中国其中营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数量 从100万增加到300万 中国当局部分妇女和儿童将坚持自己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都监禁在集中营 文化宗教象征经常被用作拘留原因 中国征服征试图以教育名义下将东突厥斯坦人描绘为激进分子 一份官方报告发现,以色列监狱普遍存在对囚犯的非人道待遇 公共防卫办公室发布的报告发现 囚犯经常被关在不适合居住的设施中 有时还会面临非法的惩罚措施 根据该报告,在没有理由怀疑有不法行为并未经囚犯同意 按照规定要求,对囚犯进行脱衣搜查 但纯粹是作为惩罚措施或威慑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共军指挥官哈吉扎德表示 德黑狼保证将对华盛顿的任何军事行动作出严肃回应 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对伊朗构成严重威胁 不过现在这种威胁变成了一种机遇 如果美国要采取行动,我们将予以迎头痛击 面对美国不断在中东践行武力部署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指挥官回应称 如果华盛顿采取具体军事行动 伊朗将对美国发起攻击 联合国支柱河泰达协议特派团发表声明说 耶门胡塞武装按计划在河泰达塞里夫和艾萨三个港口重新部署 联合国工作组在3D监督了胡塞武装撤军 胡塞武装还将进行清除军事设施、排类等行动 声明说联合国将在14日对胡塞武装从三个港口撤出情况进行正式确认 胡塞武装宣布单方面从河泰达等主要港口撤军并重新部署 河泰达港口对耶门人民至关重要 因为经90%的食品和80%的人道主义援助 通过该港口进入耶门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 根据报告 人类消耗的资源是世界提供的两倍 据报道,世界自然自协会人类自然资源消耗调查分析报告显示 欧盟所有国家的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均已超出地球复核 其消耗速度为静耐生态系统更新速度的三倍 换言之,假设地球上每一个人都像欧盟居民一样消耗自然资源 人类必须有三个地球资源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 据专家介绍,对自然资源的最大威胁是释放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